我出生于马来西亚楼福州 毕业于宽楼中学 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选择就读理科班 毕业的时候 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 就是往大学深造 那时候我选择来台湾 就读的理由 就是最主要考量 台湾是一个华语乙系的国家 也可以对我家的经济负担 比较轻的一个选择 当出来台湾读书的时候 经过同考 还有侨委会的帮助 才能够顺利进入台湾就读 在过程中呢 侨委会对我们的侨生做了很多的照顾工作 包括我们的学费有比照国立大学的收费 在阳明大学的时候 我是修读医技系 学一些基础医学知识 还有检验医学的概念 在台湾毕业后 因为对生物医学研究非常有兴趣 在台湾担任了四年研究助理 后来前往美国工读博士学位 主要是针对预防心脏疾病的研究 毕业后 我进入了生殖生理领域的研究 刚好有个机会参与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计划 制造全世界第一个基因转值的猴子 成果发表后 备受很多媒体采访 对于我们研究来说 是很大的鼓舞 回来台湾之后 因先前对于生殖生理的认识 有一个机会学习了胚胎干细胞跟干细胞的研究 我在长根医院进行报告的时候 院方希望我能够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 对于肺疾病 如肺纤维化跟COPD肺气肿的研究 主要是使用经过修饰的干细胞 用于治疗会损伤的动物疾病模式 结果证明经过处理的干细胞 可以有效的治疗会损伤的老鼠 在发表后 获得很大的鼓励 在短短几年内 就有很多的其他科学界引用 目前我们继续朝向 如何研发更有效的干细胞治疗的方式 来治疗这些肺损伤的疾病 获得学术成就奖的张国游主任 这次获得全球杰出乔生校游杰出奖 内心非常高兴 也是被肯定的一种感觉 获得这个奖 背负更大的责任 对于未来需要更努力 将它做得更好 对于乔生来说 学长能够做得到 学弟妹你们 大家只要肯努力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更杰出 对于家人来说 内心非常感谢家人过去的支持 以鼓励才成就今天的我 未来将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对台湾在世界上 学术地位有所帮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